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召开 而会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大陆全国政协主席黄沪宁 还会见了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人 黄沪宁强调两岸都是一家人 家和万事兴 而这一次即便陆委会多次 以统战和海峡论坛帽子来扣上去 但还是来了有5000多位台湾各界代表 蒋家第四代蒋有松也在人群中 并且跟黄沪宁会见握手 来看我们的记者严佩宇 林信弦在厦门的采访报道 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步入会场响起掌声 一一与台湾嘉宾握手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 台东县长饶庆林 到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 和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但是我们海峡论坛 还是坚持办下的 两岸同胞不是一家人 家和万事兴 今天我们看到在场的嘉宾的出席 非常踊跃 过去几年来 在这个笼罩在海峡上面的这些阴霾 好像已经要渐渐的散去 两岸已经度过了最艰困的这个时刻 因疫情已经三年没特别安排会见 今年恢复 更是王沪宁首次在海峡论坛登场 当中有个身影格外引人关注 坐在第一排的蒋家第四代蒋友松 以商界人士的身份首次受邀参加 蒋经国长孙蒋友松的出现 某种程度上连结了两岸难以分割的历史记忆 第15届海峡论坛大会上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参一脚发来贺信 让王沪宁致辞强调的是促进两岸经济 双方要新平气和宣布制定福建建设两岸示范区意见 这次稿虽提了一次九二共识 但次数比往年明显少很多 在陆维会不断喊出海峡论坛是统战平台的同时 这一次陆方是没有刻意多提九二共识 以及一中原则 似乎是不想要再被放大解读 模糊了求和平求发展才是两岸最大的同心缘 以上是记者林契线 颜沛云厦门采访报道